杨豪 男22岁江苏人 本科大肆在读 平鼎山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这一个是一个展示的平台 展示的空间 开场的时候 就一定要让别人记住我 喜欢音乐 喜欢表演 那这些东西都是 需要你去展示的 哈喽 各位好 我是杨豪 我是一名爱音乐 爱表演 爱主持的 九五后男生 我是在江苏出生 在湖南长大 可以说是一名江湖人士 那么为什么说 自己是一名江湖人士 其实自己有做过 调视收音员 做过奶茶店的服务员 做过刷耳口才老师 艺考培训老师 做过电台主播 做过电视台的外景记者 自己也经营着一家小酒馆 此时此刻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想找寻一份 和媒体有关的工作 谢谢各位 你咋这么得瑟呢 长得跟马瑞似的 还飞下来了 因为我很大的优势就是 在于开朗的性格 或者是我开场当中提到 自己是一个爱音乐 爱表演 爱主持的男生嘛 所以 跟我的性格也很像 我只能看出 你的肺活量比较好 说话说得太快了 你别说啊 每个人从那上面飞下来 一定每个人都飞得好看的 谁都能飞 那你来飞一下 你来飞一下 霍尔特你飞飞快 飞吗 飞啊 我真知道 试试你就知道了吧 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霍尔特 不就是飞吗 肥药 肯尔特你腿瘸了吗 对 这个腿啊 他真的有点麻 你刚才第一句话评论 叫长得像马瑞似的 为什么要招人家马瑞干什么 他帅啊 我嫉妒 是吧 对 我觉得长得帅就是好啊 不管他怎么走 款款而来 就像一个白龙马 而这个库尔特呢 往下一整 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烤 这每个工作都是自己精心设计过的 他们试过了之后才知道 啊 不行吧 学的是表达型人格的这种专业嘛 所谓头炮响 尾炮墙嘛 哪怕有一点小出位 哪怕有一点特立不独行 也都是他想表达的 让别人觉得 哎 我其实还是很公林万万 独一万 你说你很喜欢舞台 是吧 对 那家里有没有这个 啊 没有 因为父母都是从商的 同时自己在家那边是开了一家酒馆 酒馆 这年头开酒馆的很少 都是开酒吧的啊 啊 因为开酒馆的话是自己曾经当过饮品店的服务员 所以从那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往商业方面去发展 所以想着把饮品和酒这两样东西相结合起来 那你到底是一个喜欢开酒馆的主持人呢 还是一个干主持人的小酒馆的老板呢 嗯 我是觉得商业这一块是自己可以涉猎 因为是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向 同时主持我觉得我很爱舞台 所以一直是坚持到了现在 呃还挺满足的 高手靠座物 小白靠套路 哎 先表达一下 呃也都行是正常 我在平底山人民广播电台 进行到的是博音主持的工作 做什么节目啊 吃喝玩乐那些 吃喝玩乐 给我们来一段开场白 吃喝玩乐 就平时做节目的时候再开场白 很短很短的时间 其实做不了太多这样子的节目 当中的一些设计 我就只能引出来一个点 包括话题和人物 都是当时那一个时刻 自己想的东西 哈喽各位好 欢迎佐定FM2019 各位好 我是主播一航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将会给大家一同分享到的是 来自各个地方的美食 今天呢是非你莫属的特别板块 吃货驾到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分享一个地方的美食 那就是湖南 这一个地方啊 可以说是凝聚了很多人的向往 因为它是一个吃辣的城市 非常非常的好吃 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有请到了一位 呃嘉宾 他的名字呢 叫做图磊老师 我能吃辣 不怕吃辣 那我想问一下 今天呢是一个非你莫属的特别板块 叫做吃货驾到 那您从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从一开始的时候 当主持人 到这一次来当嘉宾 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以前吧 面对十二位老板 我发现女人呢 穿的辣 男人说话辣 在这儿我就不算辣的了 所以呢 做嘉宾的感觉 比做主持要好 至少我可以坐着 其实我觉得 我在图老师旁边 做一个主持人 还是非常非常的逊色 所以话筒还是交给您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 点评一下 非常好 这个超出了我的想象 相当的棒 而且这个记性这种反应特别的坏 为你点赞 库尔特 就是你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对 那你们说他哪里有问题啊 我没觉得你那个人设很清楚 就是 郭德纲说过一句话 就说 这年轻小伙伴上场的时候 使劲地说话说话 生怕这话掉地一下 因为心虚 对吧 其实你 你刚才如果说对话的角色中间 是不是以请教为最大的工尾的部分 把他的感受撩拨出来 其实没所谓 你刚才说我比起同理老师 还是很逊色很逊色 你说这种话 就跟是说 我这个人还是很平易近人的 没什么差别 嗯 对吧 受教了 你只是口调顺畅 但其实你还没找着在这个中间的对话角色 石头哥太严厉 石头哥而且说的已经温柔了 不是口调顺畅 我觉得你是图有其妙 你请了一个嘉宾 这么好的嘉宾上台 你至少聊拨他几句 对不对 杜老师 你最喜欢吃的那道辣菜是什么 来给观众介绍一下 什么都没有 你俩对了一关 我们观众在听啥呢 什么都没听出来 你结束了 第一次的那几个点 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目前来说的重心 因为你是一个极性的东西 你要让它有内容 有内涵 这个东西很困难 我其实当时很想说 要不您来试一试 我觉得昊阳和石头有点太扯了 对 我觉得 这个 人家才准备了这个20秒有没有 能做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好极了 要不你来一个 他干主持的 他干专业的 不是你们 你们就是站着说话不要走 我觉得把话能说顺溜溜 就已经很不错了 很难了 你们不服 谁上谁上 对对对 如果要不行就不要讲 这是个记性题好吗 对 网上这个不说的吗 你请你上嘛 对呀 其实能力这两个字呢 是要拆开理解的 能这件事跟你的功力有关 跟你的积累有关 对吧 力呢 基本上是速度跟效率 或者是它的免续度 它在这个阶段中间 这个部分厚度是不够的 特别难 太难了 对于目前的我来说 太难了 我觉得我自身 确实需要有更多 成长的地方 为什么我刚刚就是 突然之间聊到 图雷老师 是因为刚刚突然之间 有一个点 因为自己很 就是曾经有看到过 图老师的节目 所以对于图老师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的话 刚刚才会 就是会有那样子的 一个 个人呢 有个人的标准 就反应能力来说 小伙子不错了 至于利浩阳和杨石头 尤其是利浩阳 对你的指责 不要见怪 他那个人就是那个杨 他要不超出点毛病来 显不出那能耐 所以呢 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呢 如果生活当中 经常会有这样的人的话 也许对你的提高 也是有帮助的 对一定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并不代表 吹毛求疵 他说的 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这是要 要求高了一些 鸡蛋里面去挑你的骨头 不会了解到 哎 利总有点刁钻 这一次是真的了解到了 长见识了 我觉得他特别好 人家就是学播音主持的 我们这也有想 招这个主持专业的 而且刚才上来说 人家主持的那个开场 很很垃圾 这个 他现在这个年纪 我没有对他用过 垃圾这个词 就是说人家不好 这个男孩呢 我先说一下 他如果是专业 在靠这个吃饭的 我跟你说 说老师 专业主持人 我学过专业主持 他是第一个层面 是行的层面 他行已经够了 以这个观点 我是第一次听说 专业主持只靠行 就够了 说第一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对呀 浩阳 我知道你是天才 但你也有你自己 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男孩子上场 到现在为止 你们一直 你们是不是羡慕他帅啊 是比你两个帅啊 嫉妒啊 我都没觉得是帅啊 都没想到帅的事啊 这个男孩从上场到现在 我看到他所有的微博 这是目前为止 我做菲尼莫说 有两三年了 这是我目前为止 看到微博做的内容 最好的一个男孩 还挺感动的 真的很大程度上 都是感动 而且这个企业家 可以看出来 这个企业很细心 好在哪 图 他代表了 至少代表了一个 我现在就想 跟您叫个针 您专业主持人 跟他是这个心心相吸嘛 他的小酒馆 你怎么表达 首先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我并没有用 不不不不 贺东东没法回答 贺东东最喜欢唱的歌 就是你的酒馆打了牙 对 刘老师太强了 我说一下这个男孩 我觉得从上场到现在 就大家不要用一个 很成熟的主持人来看待他 他现在就是一个型的层面 你让他做内容的话 他没有一个专业方向 他是新闻方向的 还是什么方向的主持人 还是 腿老师情感方向的 还是求职方向的 你现在考他内容 我觉得太吹毛求疵了 写家吧 没有义务 从他自己都没有被包装过的外表 来发现他优质的内在 来 第一轮选择 我们也一盏 来 天生我有才 我们节目当中 增加了一个新的板块 叫人物心理投射分析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选手的 人物心理投射分析 在这幅画上 画了一个手机 他的耳机和这个手机 并没有连接 那我们都知道 耳机是给自己听的 而手机是和外界沟通的 这个提醒这位选手 在人际沟通和主动性上 要注意调整 在这张纸的最上方 他写了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 这位选手的细腻 但是因为你的耳机的小圈 圈太多了 你有些事有些过于纠结 所以说希望你自信起来 主动展示 当然说也提醒我们的企业家 要注意 多给这位选手一些机会 让他把自己的能力 完全地展示出来 他说的对吗 很大程度上都是的吧 他说你纠结 大概是说得很准的吧 对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在纠结 我到底应该反驳呢 还是不反驳呢 我在衡量嘛 虽然有些我不认同 但是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真的就是受众嘛 就一定要考虑大家的感受 不认同的是哪些 其实我对于自己的认知 还是很明确的 自己是最了解的 你再说壳了吗 说本质 不认同哪些 要是对刚才的评论 不认同 对不对 说 准备的是那样子 但是自己表达出来的是 另一番样子 刚刚其实也都还好 基本上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刚刚 我为什么说 我一直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是需要去思考的 因为文化底蕴确实不够 管理者和员工之间 常常就是因为 风格不匹配 最后造成谁也不舒服 只要风格匹配上了 他喜欢你喜欢OK了 好这个我认同 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 看每个人的领导风格来 这是企业文化的范图 对对对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这就涉及到了禽商 来我们进入职场 禽商课堂 买吃的去了 这是所有的了吗 是 告诉你多少次 这零食少吃 多少防护剂呢 姐姐比你大 姐姐替你瘦着 同事总是打着 对我好的名义 占我便宜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好 顺你的话怎么办 首先明确一点就是 他是到底是为我好呢 还是为他自己好 这是一点很明确的一点 如果刚刚处于职场 这个关系的话 我可能会就算了 但是自己如果看清了这个人 对于我没有任何益处 所以我有可能会怼回去 怎么怼 怼回去 就是那这个不是帮你买的 我帮别人买的 我宁可给别人 也不愿意给你 因为他的人设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那位女生的人设 本来就是 占便宜 对啊 如果说他是出发点 是为你好 你是能接受的 所以你要洞察那个心理 我觉得这点是对的 那大家还有一些 在职场里面 真的难免会出现 这样计较的同事 那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回应 就是小便宜无伤大雅 因为同事情感增进 那当然你刚才最后总结了 怼回去这个方式 对 其实要拿捏那个度 对 是的 就像他情商跟智商两条线 所谓情商是随时随地 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考虑感受 而智商的部分是说 我怎么可以不露痕迹 恰到好处 对吧 能够把我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 你喜欢李佳琪吗 挺喜欢的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是不是喜欢做主播 因为我这里是有这个岗的 而且我正好想找一个男孩子 想好好地培养一下 就是你不需要做幕后 你的帮忙 你的才华 完全可以成为 站在台前的主角 因为我对现在 目前自己的发展方向是这样子的 因为现在自己还没有毕业 可以有更多的尝试 最后落脚点可以落在主持 或者是与他相关的一些职业上面 你接受来珠海工作吗 我们包吃包住包飞机票 你这样吧 你留灯嘛 待会儿君不确认是他自己的事情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小兵的社交数据解读 杨豪是个帅气的小哥哥 因为自身外形条件不错 他也就成了外貌协会的一员 他对模特 网络逢人 时尚潮流 关注比较多 也对电商很感兴趣 来 第二轮选自续火灵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弹前不上盘子 来 上台 首先我们这个公司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我们的商业板块 我们商业拿地 咱们是有这个活动策划的 然后我们包你吃 包你住 包你飞机票 只要你愿来珠海 我们会打造你的个人IP 就是把你签成我们公司的 类似于红人 这样子去打造你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郭维集团 法国梦全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法国梦全 去吧 想去往更多领域去发展吗 而且可能是在北京 相对好像也会比较方便一些 也是主播这个可能会 沟通方面 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